东亚日报报道,南韩艺术团一日在平壤演出时,歌手崔晨熙演唱的迟到的后悔是北韩方面直接要求演唱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崔晨熙打招呼,表示谢谢你唱了这首歌。 东亚日报指出,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并不红,连崔晨熙也表示,不知道是什么歌曲,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唱不是我的歌。 南韩媒体推断,这首歌问是时金正恩应该才刚出生,比较有可能是他的父亲金正日喜欢的歌曲。 金正日生前喜欢日本歌曲同行,也经常唱崔晨熙的《爱的迷路》,但他是否喜欢迟到的后悔,则不为人所知。 东亚日报根据歌词建议,希望金正恩在去核化的问题上不要留下迟到的后悔。 去北韩表演的南韩艺术团堪称众星云及路透。 分享南韩歌手崔晨熙三日在平壤柳京郑州勇体育馆表演。 欧兴社分享南韩歌手崔晨熙抵达平壤机场。 欧兴社分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妻子李雪主欣赏南韩艺术团的表演。 美联社分享